紐卡素频道 讲讲这个最新的紐卡素的买卖 就是爱华顿的逆风 安东尼·戈顿 以4500万英镑转投 签五年的合约 亦成为了紐卡素历史上 第二位最昂贵的签约球员 僅次于去年收到来头的瑞典前锋 伊萨克 讲这一单买卖 作为一个紐卡素球迷 我认为可以用理智和感性的角度 去讲讲这种买卖 如果纯粹以一个紐卡素球迷 感性上来说 我就不一样 因为始终还要4500万 文书就说去年深马 埃华顿狮子 开大口是6000万英镑 那当然是客退了紐卡素 而紐卡素也可能趁埃华顿的势也不行 加上查误领队 无兵司领的情况下 趁他病拿他命 就压价压了4000万 再加4500万 收购了安仔 对安仔的球员 印象上我就不一样 因为其实记得游身 应该是上年 今季初 对爱华顿的赛事 这个球员挺火爆的 我记得有一球 禁区内 他被丹鑫鑫撞跌 然后他很火爆 然后呢 几个紐卡素球员 走来 跟他也有喊杀 所以今次呢 只是看这种买卖 所以其实他这个球员 紐卡素球员不是这么一致性 这么期待他来的 始终不是说大升 最好笑的是 其实这个花生味都挺浓的 因为在今天的Instagram 几个紐卡素的球员 例如好像哲比亚直投 post一个video 就是说回上场球 就是那场球对爱华顿 紐卡素那场球 两个冲撞的那个video 跟着呢 就加一个caption 就是 Gordon 欢迎你加盟 brother 那边相呢 这个 哥林威尔信 亦都在一个IG 出story 就说 如果你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哈哈哈 另外 舒雅 或者这个 扑鼻 都是用这个 冲撞的那一幅相 来放IG story 来欢迎这个 Anthony Gordon 有点是玩他 当然啦 这个都是小朋友 来的 来到我都觉得 真的要跟那些大哥哥学习一下 尤其是 似乎 我觉得 他那个 所谓的专业性 我觉得 就 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他人还没大定 就是 临走的时候 都不要跟阿顿搞得那么和 搞得 就是 缺操几天 这个都不是很好的一个行为 作为一个专业球员来说 好像以前 爱华顿的名宿 这个 激昂都 大肆批评他 在 他的主持的节目那里 而爱华顿也都 真的 真的 似乎 跟他的关系都搞得很僵 那 就 只是出了 一个 Statement 就是 连一句 Thank you 都没有说的 六十四个字的英文 大概 的 这六十四个字 是说什么呢 就是 安敦尼哥顿 以一个不透露的价钱 加盟 柳卡嫂 就说 这位21岁的前锋 提交了正式专会申请之后 就会离开了这个 爱华顿 接着就简短再说 哥顿 11岁 就加入了我们的清分 亦都在2017年12月的欧霸联赛 第一次上阵 年近16岁 除后 亦都上A队 出赛78场 攻入7个日球 那 当然 很冷淡 亦都真的 摆明就是 雙方的关系不太好 但是 无论如何如何 清分 听听说都叫无本生理 都不用买一个人 现在 爱华顿代四千多万 应该都可以帮到手 看看能不能买到一些人 帮手护及 最大的问题就是 爱华顿到现在 这一分钟年 的领队 都未正式上任 应该就是 大致 桑大致 前搬尼的教头 但是 不知道 虽然未正式上任 但是会不会在转会市场上 会不会已经开始有进入呢 都要 因为明天都已经是 deadline 说回楼加数 收购 安东尼 哥顿 看起来就好像不是很吸引 不算是一个升级的球员 可以这么说 安东尼 哥顿是一个实而不怀的球员 我会这么说 出赛都说 78场 只入了7个入球 上季入了4球 今季 直字目字为止 只入了3球 最特别是 上季入了4球 有3球 都是省到人射入的 都是在长距离 我想都是 很多都是在18马以外 有些如果看回那些 这部影片 这个球员比较特别 可以打左边 可以打右边 亦都可以打富峰 不论打左翼 或者右翼 都可以转做Wing Back 即是可以帮后面的左后卫 或者右后卫 够格 而且身高 都不矮 都6尺 正適合 现在柳卡素的 有半队球 都是高佬 单半队是6尺 7 博文6尺 5 这个 6尺 6尺的翼峰 有时够价 又可以做回防 做Wing Back 这些打法 真是合适 艾迪河维的需要 如果再看一些资料 你会更加明白 为什么河维 自从去年的夏天到现在 都对安东尼尼 哥顿 是永不放弃的 今届来说 总共是踢了12场赛事 加上4场是后备入替的 但是 其实 可以这么说 你可能说 在艾迪河维打得这么差 但是 可以这么说 安东尼哥顿 直起 自从世界杯之后 他就失重了 在林伯特的眉下 最后一次正选上阵 应该是世界杯之前 有入球的 就是对水晶攻 3-0那场球 也是艾迪河维 最后一次赢球 跟着艾迪河维 现在跌到绑尾的尾尔 而上一次 安东尼哥顿 最后一次 代表艾迪河维 上阵 就是 刚刚林伯特被炒之前 对韦斯咸 当时 输0-0 比2 也是后备入体的 但是 看回他的数据 我说 今季总共射门19次 有16次射中龙 即是 而他的入球是有3个入球 即是 期望他的入球数字 3.31 他是对版的 这个期望的入球数字 亦都是 跟差不多年纪的一班球星 所谓的U21 21岁以下的球员 只是僅致于阿仙奴的薩卡 亦都是 比亚仙奴的马天尼尼 亦都是比亚仙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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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 爱华顿 其实今季都知道 前锋非常不滞 如果 入球不多的爱华顿 或者进攻好有 凡数不多的爱华顿 他都能够有这个数字 其实真的不错 在全球方面 他有17次 而全球完成率 是有17% 但是 这个球员我都说他火爆了 打这12场球 再加4场后备入体里面 总共是拿了5张黄牌 而另一个优势 安东尼·哥顿 就是他的速度 他现在是以36.61kmh 的速度 是在英超排第二 仅似于 现在 这个车老师 最近刚刚签回的 乌克兰的梅鱼迪克 再看看数据 为什么呢 我现在会开始觉得 就是 他现在打这个位置 应该 就是最受到威胁的球员 应该就是 麦明斯 就是姓麦斯明 因为比较一下 双方的数据 你就会看到 其实 今届姓麦斯明 已经是因为受伤之后 已经失去了正选位置 我们比较一下 大家的出财数字 哥顿是出赛16场 姓麦斯明是出赛12场 而入球里 这个哥顿有3球 姓麦斯明只有1球 射门的准确率 这个很重要 就是 准确度 这个哥顿有84.21% 而这个姓麦斯明 只有66.6% 即是说 有3个射门只有2个中 但是哥顿是比较好 而中他 哥顿是中16次 而姓麦斯明只有6次 上次全球有253次 姓麦斯明是173次 当然 因为哥顿的出场时间 比较多 而 全球的全球是有190 而姓麦斯明只有129 而全球的准确率 大家都差不多 哥顿是有75% 而姓麦斯明也是有74.5% 而1对1的对决 哥顿是有183次胜出 单对单 而姓麦斯明 单对单 赢出只有72 即是次数 远远比哥顿 接着这几个很重要 对于何为 这几个数据 对于何为来说很重要 就是这个拦截 拦截 他有34个 但是姓麦斯明 只有2个 可想而知 他逼抢这方面 姓麦斯明是很大的输蝎 这个Clearance 哥顿是有9次 而姓麦斯明 只是一次都没有 所以 如果看数据来说 不知道 姓麦斯明会否这两天会被卖走 因为现在说到AC曼 对麦斯明是很有兴趣的 但是 何为当然说到 不想放他走 但如果说真的 没什么出场的机会的话 当然当然想离腿他头 但以一个球迷的角度来说 都希望姓麦斯明可以再留在 最后的半季 因为其实 真的 贵初他都应该是对元曼城 和狼队两场球 踢得非常之好之后 就受伤之后 就拿不回正选位置了 相信这个安东尼哥顿 应该会是 来到的星期六 对韦斯咸的赛事 可以首次披夹上阵 至于来到这两天 直到转会前 还有什么球员的收购 或者买卖 似乎我看到今天 也有很多的新闻 最值得说的是 韦斯咸的小将 这个右后位的艾薯比 应该接近交易完成了 300万磅 应该会加盟纽卡数 相信这个也是 似乎是做 还有捷比亚的后备 因为始终那边的曼坤奴 都是跟捷比亚有很大的距离 所以买回一个年轻的 亦都可以叫做 所谓understudy 艾薯比可以在这几年里 都在捷比亚身上 可以学多些东西 另外 亦都有说 这个车老师的哥拉汉 柳卡数仍然是死心不惜 都希望 仍然是想他加盟 但也有些球员将会放走 似乎书维尼 会放到森林 落定岩森林 书维尼 近这七季都可以说 是柳卡数的不移之神 这位前礼物浦中场 尤其是可以这样说 就是 当柳卡数降落去英冠的时候 他都不离不弃 应该都有其他的 英超球队会想买他 但是他都没有离开柳卡数 近这七季都是陪着柳卡数 尤其是上季值得提的就是 对列斯联 他一战定江山 在禁区外施射1-0 那场球 亦都可以说是 令到柳卡数的复苏 可以说是 他的入球 为柳卡数复苏 是复苏的复苏 希望这两天 我们会听到更多的好消息 当然 明晚不能忘记 就是 这个 联赛杯准决赛柳卡数 今次是主场 对修咸顿 暂时赢1-0 如无以外 希望明天也应该有好消息 就是柳卡数 应该可以打入联赛杯决赛了 准决赛完之后 以及转会消息 陈埃落定之后 再继续讲讲这两件消息 稍等 我尽力 先去它 感谢观看